時代電器強發了中期刑期 但支出刑期後 反高潮股份要跌成半成有多 曾經35元都失手過 究竟刑期內容是怎樣呢 中期預料案年多賺21% 增加到8億4千萬人民幣 雖然未重返2019年中期疫情前的順利水平 但已超越2020和2021年的同期 如果計算到季度 第一季賺3億4千萬人民幣 換句話來說 減一減出來就知道第二季應該賺5億左右 亦比過去兩年的第二季順利略高 為何會有這麼漂亮的增長呢 公司有解釋 歸功於什麼呢 現在大家都知道全球是決心 決於晶片的問題底下 但公司努力去經營 努力去耕耘 他們的功率半導體器件和汽車電區產品 他們能夠做到什麼呢 就是一個穩定的生產 高效的生產 反而未提及 其實他有兩大份業務 一個叫做軌道交通裝備產品 這個業務他就沒有怎樣提及了 Michael 怎樣看這個中期的營起 又怎樣解讀今天的股價出來呢 反而要跌成這樣呢 營起我想市場可能之前都有少少預期 尤其是IGBT 剛才你說的跟汽車半導體相關業務 其實都頗突出 一想起又會想起時代電器在這方面的業務推動 但怎樣都好 雖然也是業務在那方面有兩點 始終都是離不開或實際最大的業務 就是剛才說的基建或相關軌道交通設備的推動 增長的表現並不是那麼理想 所以在這方面大家都會扣減股值 亦預期究竟下半年 大家都想起基建項目的需求那麼大 但是否相對地在這方面的項目能夠同步提升 另一方面就是目利率 在這方面有沒有拓展空間呢 這也是大家對時代田利 可能前景重新 現在要消化股價 回調之後再進一步步處想這件事 剛才提到營起裏面說的兩款產品 就是功率半導體器件和汽車電區產品 其實就屬於另外一份比較小的業務 就是新興裝備產品 剛才Michael提到他最大範圍是軌道交通裝備產品 這次實在說到究竟那邊造成怎樣 但大摩總共的點評 其實時代電器上半年的業績 就符合大摩的預期 今天也說了些數 汽車電區系統合計安裝了6萬3千多套 增長了差不多2.8倍 都跑贏同業的一倍增長 試占率大概有半成那麼多 至於對收入比重比較大的軌道交通裝備產品業務 大摩看得比較保守 始終因為那個基建 鐵路行業的復甦前景 大摩覺得仍然都不是那麼明朗的 再加上這個IGBT半導體業務 今明兩年繼續都是穩健增長 亦都處於一個產能擴張的階段 雖然他們大摩覺得公司的狀況過了 但不是說一時三元就突然反映好 短線的中期 短線的前景看法 都是屬於給它看中性的 目標價維持36元 就差不多現在現價了 首先問Michael 內地剛剛有很多跟你談 其實加達基建投資 也會將下年部分的地方 今年發賣去做多些基建項目 接下來公司的軌道交通裝備產品業務 你相不相信它的增速能夠加快嗎 我想可能是增量就未必能夠增加了 你知道做鐵路相關的項目來講 其實量就不受 但是產品方面有沒有提升的目利率 因為相比之下 他們做這些產品項目的目利率 就不太高 所以市場為何一直都是 看它做半導體和汽車電區產品 大家會覺得量點會大 但內何 你剛才的表表看得很清楚 仍未在盈利方面 能夠佔比貢獻也未是太高 所以如果主打核心業務來說 大家又覺得仍要慢慢耕耘大力 你說收成或推動成果 即使下半年大陸不會特別顯著 那些產品項目的 看到產品項目的 就是輪到貨物 那些產品項目的 算是同樣的 產品項目的 因此 也他們會不會有